早上9点07分台北捷运台大医院站竟突然窜出浓烟 有民众拍下当时状况 整个捷运站浓烟四散 空气中更窜出一股烧焦刺鼻味 让不少乘客吓坏拔腿狂奔 实际上现场虽然现在烟雾已经四散了 不过当时其实浓烟就是一路的 从中正经验堂一路到台大医院站这边的轨道间窜出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人员都还要调查 那时候刚来 我是闻到很浓的烟味 那个烧焦的味道 所以轨道有起火 这里有发生事故的话 通常大家都会吓到 有神科坦言 当下在现场看到四周都是烟雾 中正经验堂站月台也挤满人 高师牌告知台大医院站系统一场 列车有烟雾 巡检人员出动检验 北街也还原是一部淡水信义县的中正经验堂 往台大医院站列车 发现轨道有烟 通报后处理时间约为四分钟 目前淡水信义县的营运正常 至于异常的原因将在收班后详查 为何窜烟 北街还要调查 好在整体意外没人受伤 但繁忙的上班日 捷运突然发生意外 民众吓坏 北街恐怕也得加紧脚步调查 让乘客安心 TVN新闻 徐梦杰 林毅杰 张慧贤 S9组 台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继继续